希望今天在这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很快的我们能够 能够来思考一些的事情 第一 我说真的 我觉得一年感恩妈妈一次是不够的 有阿们吗 真的 我要说 母亲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第一位的老师 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们做了很多建造的工作 很多教导的工作 所以母亲们在这一边 真的是他们的影响力 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而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每一次想到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子的感动 就是因为 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的影响力 所以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到底是做了什么呢 而希望今天 跟大家就很快的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这三件事情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去学习的 因为这不只是单独母亲做的 只是母亲做的 非常的好 那如果我们也可以学习得到 这个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的话 说真的 说不定有一天 人家想到我们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在母亲节 也会想到我们 虽然我们是男生 OK 好 不会 以后 到底母亲 他们做了哪三件事情 从真言 真言在这边第三十一章 等一下我们会慢慢来看 就会有这一些的提醒 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求你今天 在这接下来的时间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让我们的生命 再一次被你来提升 再一次被你来改变 谢谢你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从真言在这边 你可以看得到 有三件事情 是母亲他们最特别的 母亲他们特别的 有三件事情 就是她的手会工作 她的口会教导 她的心带来了爱 所以她到底是怎么样子 你能够看得到 其实刚才 你在第三十一章的时候 第三十一篇 真言第三十一篇 你就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妈妈的工作 妈妈的工作 是怎么样子忙碌 你看 第十三节 她怎么样子说 一起来读好不好 来 OK 第十九节 第二十二节 OK 你有看到她努力的 在这一边织衣服吗 就是她准备的衣服 然后她不只是 这个样子 你看 第十四十五十六 好不好 我们一起 一起来看一下 来 把食物 十六来 想得到甜 OK 好了 看完这一些的时候 有发现 妈妈忙还不忙 我说真的 我觉得 在这一个是几千年 形容妈妈的生活 好像到现在 形容的 好像也还是差不多 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刚才 第十四节 讲的是说 她好像商船 从远邦运粮来 这有没有像妈妈 就是 我就能够看到 这个的画面 翻成现在就是 她好像Uber E 从远邦 把食物给带来 你有听懂吗 这就是 在这边形容的 所以她就说 妈妈很忙 忙着给你穿衣服 忙着给你东西吃 她说一个忙碌的 这种忙碌的态度 是成为了 一个极大的榜样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孩子在我们的身上 所有的人 应该这样子说 他们所学习到的 不是我们能够说什么 第一个是 我们做了什么 你知道你的行为 是成为人家 最大的一个榜样 你所做的事情 是人家看见到的时候 在这一边 他们就会知道说 OK 好 我懂了 因为他们从这一边 他们英文有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说 A lot of things 很多的东西 are caught not caught 就是是抓得到 而不是交得到的 因为你想想看 在你生命当中 有没有很多的习惯 是当你看着 这一个行为 当你看着 这个的举动 当你看着 这个的习惯 而到后面的时候 你也就变成 这个样子 我说真的 在我父亲的身上 我就可以看得到 很多我奶奶的影子 特别是 当我现在年纪 越来越会去观察的时候 我就能够看得到 我奶奶 在我父亲的身上 我可以看得到 很多很多的影子 我要鼓励着大家 你要知道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当我们可以活出一种 那种忙碌 所谓的忙碌 我殷勤的生活 是我们身旁的人 会被影响到的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母亲 我常常分享 就是因为在我们年纪轻的时候 当教会非常的辛苦 当教会没有钱 每一个月的薪水 牧师的薪水 全部都是用回到教会里头 有的时候薪水都发不出来 所以我们的母亲 她在那时候 师母那时候 就是一天 需要做两份的工作 早上出去上班到下午 下午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工作 她工作得很辛苦 但是在这辛苦的工作当中 她又努力地 要教我们的功课 因为那时候 我们的英文也不好 所以又要教我们的功课 又要努力地工作 然后之后 她发现做两份工作 赚的钱还不够 她还去兼弟三份的工作 在这一边 整个的行为 整个的行动 说真的 也就影响到了 到现在 我跟我哥哥 还有我的妹妹 就影响到我们 有一个的态度 就是第一个 我们知道 什么东西叫做 殷勤的工作 我要说 在座的许多的人 你去想想看 你殷勤的工作 跟你的父母 所留下的榜样 有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有关系 我也要说 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 因为我的妻子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真的发现 她是一个 很会用手 去做事情的人 所以我 今天早上 我起床的时候 我从我房间一出来 我就看到 这一个的画面 不是 这个是 右上角的 右上角的画面 你应该在想 这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 她拿了晒衣架 然后摆了一块的布 挡住了两个房间的前面 这样子 如果需要开冷气 或者是开暖气的话 只需要开一台两个房间 都可以吹得到风 你知道吗 她会做很多的东西 她常常为了孩子 她为了要省钱 孩子喜欢有的时候 要有一些的玩具 所以她就做什么呢 你知道 左上角就是 她拿了所有 我们家里头的 不能穿的衣服 她就带着孩子 去做成一个布娃娃 然后下面是什么呢 就是 你看喷漆 要做什么 就是 有的时候 我家女儿 玩一些玩具 玩腻了 她不去买新的玩具 她直接喷漆 就变成新的玩具了 感谢主 有帮我省钱的太太 你知道 她很特别的是什么 她努力地去做什么 像 有一次我的孩子 他们在那时候 就很喜欢机器人 所以她很喜欢 机器的原因 那她就会做什么呢 我太太就决定 是说 那这样子 那机器人需要有一个火山爆发的蛋糕 是她的生日 所以她就自己想办法去研究 然后她就做了这个蛋糕给她 我给你们看一下 好不好 她的工作 有的时候我们做爸爸们 我们最讨厌就是学校常常会给一些很奇怪的功课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我的孩子每一年他们的学校都会有一个叫做这个精神周 就是要活出学校的精神 然后所以在那一周里头他们都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还有那照片呢 这些的帽子就是她要自己去缝 把她给缝出来的 这个还算简单 我给你看 这一个 就是她半夜不睡觉 去缝这些的帽子 我知道大部分的人就想 去买不是就好了吗 但是我跟你讲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哈佛的这个商学院他们做过一个的研究 他们说什么 当有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妈妈 OK 他们会变成是什么样子 大部分他们的孩子 在未来的 就是如果妈妈是非常忙碌的 他们的孩子 未来通常都会是成为主管职 OK 都是成为是主管级的 然后在这一边 他们发现到一样事情 大部分有一个努力工作的 这种家长或者是妈妈 特别是妈妈的时候 都会帮助他们的孩子 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是成为非常卓越 在他们的工作上面 所以我知道有的时候 有一些的妈妈们 特别是现在很多的都是 是双新家庭 所以有些的妈妈 你们会觉得 是不是你没有扮演到 一个很好妈妈的角色 让我鼓励你 只要你在家里头 有好好爱你的儿女 他们从你的生命当中 也会学习到 怎么样子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好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真的 我们就是再一次 我只是说 我谢谢所有的妈妈 特别像我的妻子 他们能够这样子做 他们的手 是一个努力工作的 他们的口 是一个教导的口 他每一次在这边 他开口的时候 在第26节 他说 一起来读 来 他开口就发智慧 我们的第一个老师 一定是我们的母亲 母亲所有的教导 所以除了他们 所活出来的 是他们所讲出来的 他们所讲出来的话 他们所教导的 父母们 我们一定要知道一样事情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面 需要我们能够带出 一个不一样的教导 因为世界现在 给我们儿女的教导 是一个带领他们会毁灭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三件事情 教导孩子 一定有三种的教导 是我们家里头 一定需要带出来的 第一个教导就是 他们一定要能够知道 怎么样子抵挡这个世界 就在这个世界当中 所有的诱惑 所有的错误 在世界当中 他们所看见到的 那边所说的是对的 那种黑变成白 白变成黑 那种所有一切的谎言 在家里头的教育 你千万不要以为是老师会教导 一定是在家里头 我们需要给他们扎根 需要给他们那最正确的教导的 你可以相信黑大师说阿们吗 我也要说 其实孩子在信仰上面的扎根 一定不是教会的责任 这个也是家庭里头的责任 你可以相信的说阿们吗 因为是你怎么样子去教导他们 你怎么样子让他们看见到信心 你怎么样子让他们能看见到 一个的信心的态度 所以那一个的教导 让我们知道怎么在世界上面 能够去抵挡住在世界上面那种的压力 因为外面的压力越大 但是里头的力量就要越大 所以从小我们需要教导 第二个 我们要教导他们不只是抵挡世界 但是要教导他们怎么在世界里头的 可以说阿们吗 就是在这个的世界上面 他们要活出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 给你六点 他们需要活出来的 六个 第一个 要给他们有一个毅力的生命 有头有尾 让他们知道永不放弃 让他们知道遇见到困难的时候 在你里头的比世界上面更大的 我们要教导他们什么 我们要教导他们仁慈 要有一个仁慈的生命 因为你发现整个的世界 都是凶残的时候 就在这时候 我们要给他们带出 那一个的仁慈的生命 不只是仁慈 我们需要给他们什么自信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的世界的自信 都来自于 一定要人家给他们掌声 但是如果我们从小 就给他们一个的概念 就是说 你的生命 你的身份 你的所有一切 都是上帝所给你的时候 他们成长的过程 他们那种的自信 就会是变得不一样的 他们的自信 不来自于你的分数是多少 他们的自信 不来自于旁边人的掌声 他们的自信 不来自于 他们这张照片 到底有多少人按赞 现在越来越多的自信 来自于这个 他们的照片 不需要每次都用美机 对不对 现在有多少人 每次你拍照的 都你长得就是不一样 真的 我每一次看到你们的照片 我都认不出来你们本人 我真的很害怕 看到这些照片 就说 郭文牧师 我是谁谁谁 我看到我都会吓一跳 真的 你就是因为 我们的自信 就是 No 我长得不够好 我一定需要美机 你知道我们要教他什么 感恩 你要发现 世界上面 我们永远记得人家的坏 不记得人家的好 你知道现在 跟你们讲 这所有的态度 都是跟世界现在完全逆流的 但是 你都会觉得 这个应该是 基本的态度 不是吗 但是现在 这些都是跟世界上面 好像是抵触的 你知道我们要教他们什么 我们要教他们慷慨 富足的人 是什么样子的人 是一个分享的人 阿们 真的 富足的人 不是有最多钱的 富足的人 是最慷慨的人 你的钱 我真的很喜欢 他们讲的这句话 这是英文的 所以翻成中文 有一点怪 但是 他们就是说 灵车 就是装棺材的 灵车 后面永远不会拖着 搬家公司的车子 意思就是说 在英文里 他说 Herts Never have a U-Haul 意思是 一个人死掉的时候 东西都带不走 除非你情史皇了 OK 东西都摆进去了 那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你永远都带不走 所以在你生命当中 学习成为一个 慷慨的人 大家越来越安静的感觉 OK 但是你知道 第六个是什么 要学习 要自爱 就是他们要自己 发现自己的价值 不只是要有自信 他们要学习地爱自己 因为如果我们说 你要爱人如己 你发现到 为什么现在世界上面 你这么恨外面的人 因为你正在爱人如己 所以当你知道 怎么爱自己的时候 就会变得是不一样的 Amen 这个的妈妈 还会学的是什么呢 第三点 她的心会爱 你看到第十一节 到第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好不好 来 注意到 在这一边 他所形容的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的先生 因着他的支持 因着他的support 因着他的爱 是充满了自信 现在社会当中 大部分的 都已经不再有家 只是有住的地方 家缺乏的是什么 家缺乏的是爱 就有一个的故事 在Reader's Digest 我读到的时候 我很被提醒 他就说 有一个的家 他们是住在 很破旧的一个的车房 在美国的那种 Mobile Home 很烂的一个的家 他住在那一边 在这个的家 是很破烂的 然后这个的孩子 他的同学 是住在豪宅 那有一天 这个的妈妈就听到 这个住在豪宅的同学 逃家了 然后 这个妈妈就问他说 你的同学拥有这么多 为什么他要逃家 他就说 因为他的家 什么东西都有 但是没有爱 我们的家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是充满了爱 在真言三十一 就说 Zake的妈妈 她是一个手很勤的 这个的妈妈 是温柔教导的 这个的妈妈 是充满了爱 我要说 刚才这三点 不是只给妈妈们的 是给我们所有的人 是否我们可以学习 这种的态度 你知道 社会所 好像 所高举的就是 如果有一天 我们就可以退休 然后住在小岛上面 每天喝一个 Margarita 然后躺在 沙滩上面 通常这个样子的人 大概这样子一下下 他们就会觉得 生命完全没有意义 让我们的生命 不是羡慕的那种的季节 是说 上帝 让我们可以为你 再多做一点的 让我们殷勤的工作 让我们做的事情 是让我们孩子 也看到一个的榜样 那再来 就是那一种的教导 如果你说 牧师 我真的很不会教 That's okay 我们都很不会教 还好有真言 还好有神的话语 你可能不会教 但是就带着你的孩子 好好读神的话语 让我跟你讲 神的话语 会成为他们 最好的一个的根基 然后第三个 像我说的 你知道我们要给的 不是再多物质上的东西 讲坦白的 在台湾 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富足的国家 我们很少看到 在我们这一边 会有太多太多的贫穷 大部分都还好 所以他们需要的 不是再多一点的钱 不是需要再多一点 给他们的东西 但是这个的世界 其实现在最缺乏的是 更多的爱 在家里头能不能再多一点的爱 就在再忙碌也好 每一天15分钟 30分钟 把他拿出来陪伴着 让你的孩子感觉到爱 我正在挑战一件事情 我家的老大 现在已经是高一 身高一 我在挑战 就是我看他 会让我亲他到几岁 就是我现在 每一次看到他 我尽量如果可以 我就是故意到他的房间 去抱着他 去亲着他 去跟他试着聊天 虽然他现在 越来越不想要跟我聊天 但是你知道吗 当我可以经济制裁他的时候 我还控制住了一切 对不对 我可以经济制裁他 砍掉所有的经济 他打电动 捡电 经济制裁他 所以在这当中 他都需要听我的 我觉得 让我们的家 是充满爱的家 Amen 可不可以 我们一起起立 可以吗